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与美国在6月1号 签署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 台行政机构也在6月29号通过了首批协议内容 不过台行政机构原本坚持该倡议是行政协议 而非所谓条约 送台立法机构查照即可 但是引爆外界的不满 在舆论压力之下 台行政机构与绿营明代协商之后 有意将查照改为审查 报道称台行政机构认为 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属于行政协议 根据相关法规 签署后30日内 报请台行政机构被查 并于协议生效后 以适当方式周知及送请台立法机构查照即可 台行政机构有意将该协议 绕开台立法机构审查的做法 引发岛内民间团体 及所谓在野党的强烈不满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6月29号发文给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游希昆称 民进党当局对外签署的任何协议 将影响人民及产业层面 不应逃避台立法机构监督 鉴请游希昆将该协议排入临时会 以便公开透明实质审议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 曾明宗指出 过去民进党强力主张 希望对外签订相关协议都必须公开透明 经过台立法机构审查 包括福茂 因此国民党团强力主张纳入临时会议程 并要求不能仅是被查 而是要进行实质审查 不仅国民党炮声隆隆 绿营自家民贷也颇有微词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刘世芳表示 该协议事关台湾重大民生 不能以台行政机构会议通过就好 党团不反对将查诏改为审查 至于审查形势和时间 要不要办公听会等问题 就看党团协商时大家怎么谈 决定临时会如何处理 对于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 或官方性质的协议 民进党当局谎称 有关协议代表台湾经贸制度 符合国际高标准的里程碑 但实质上 这只不过是一个台湾让利 美国得利的不公平贸易协议 我们就可以领备